大家好,今天是来到苏州西山的林屋洞这边 这个洞的最大特点就是冬暖夏凉 夏天的话过来非常凉快 冬天过来也比较暖和 但是现在是秋季 我不知道秋季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从这个地方下去就是冬的入口 等一下我就从这里下去了 洞里面感觉明显凉快很多 人不是很多可能现在不是忘记 我听说这边夏天过来的避暑的人特别多 这是一个比较开矿的一个空间的区域 这个景上面特别平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是人工然后开走过呢还是 这里面是一个水池 这个水应该特别的凉 啊 这个水太清澈了 这个底下面看的很清澈的那种感觉 里面现在都是感觉有点冷的感觉 因为我穿着短袖 现在已经过了中秋了 但是能感觉到夏天这里面 应该是特别凉爽的 听说冬天这里面也比较暖 看看这个上面就是蒸入石 担心它会掉下来 这个凳叫雨洞 是有的时候上面会滴雨 这里面的空间真是太大了 跟着大不得走 这地方有的人要低着头才能过得去呢 现在走出来了 这个山上很多这种石头 这种石头就叫做太湖石 当年就是水浒上面那个杨智押运花石缸 它所谓的那个花石缸就是这里的太湖石 后来就是说这个太湖石 这样都租到不可 Imagさ及宓朝的廟王被元朝的忽兵链 把这些太湖石又运到北京那边去了 所以现在在北京故宫那边能看到这种太湖石 三清阁这个上面是一个道观 那边还做了一个道石 看看这个就是太湖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山顶这里 那边是野树区 这边是一边的山顶